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匹配 match 检索和匹配的阶段 我们用deployment去完成了一个 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利用了rn去捕捉了我们的question和answer之间的一个关联度 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上去完成了一个 用这个技术去完成了一个基于检索和匹配的这样一个聊天机器人 它的效果比不管是用两个baseline系统 对吧,baseline系统包括是用random guess和tfidf去抽出来关键词 然后去完成检索的这样两个系统效果都要更好 那这些可能会带大家来看一些paper 有一些paper是有实现的 但是很尴尬的一个事情是一会大家会看到代码就是做research这种事情呢是会有 大家会有不同的做法就是可能可能会那个你不能你不能规定人家说一定要用某一个framework对吧 框架所以你会看到今天的代码里头有一有一些代码会正儿八经啊 就因为是google的团队出来的 所以正儿八经用的是tensorflow对吧 那我知道有很多同学现在就是会用tensorflow 那你就看到有一些论文他给出来的这个实现呢 会用一些其他的一些framework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package 比如说touch 对吧 我们知道facebook系统都是touch 而且现在那个pytouch的话 也在社区也在慢慢的活跃起来 facebook推出了这个pytouch和cafe2 那cafe2呢是主要是主打的是product 就是实际实际的这个使用啊 或者叫工程的应用 但这个pytouch呢 他的research还是以pytouch为主 然后但但这个里头的话会有一些用的 用的就是之前的touch版本lure那个版本 ok 然后还会有一些研究机构啊 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benjo他们实验室 就是一向是很喜欢用Ciano这样的框架的 所以你会发现加拿大的有一些研究机构啊 或者是公司的研究机构或者是一些高校呢 他们会很喜欢用像Ciano这样的framework 这样的一些package来搭建一些网络 所以你会看到代码会相对而言比较杂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不管是用什么样的东西去实现 大家要get的是它里头做的一些改进和一些核心的一些点 所以今天可能会设计到比较多的一些paper 我们都大体来来扫一下看一看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ok 然后第一篇paper呢是15年底发的一篇paper 应该离现在有一年半了吧 快对一年稍微一年多一点 对是这个叫neural conversation model 然后我应该打包把论文已经发给大家 等我把这个论文出开 neural conversation model 对这是来自google的团队发的 大家都知道google是工业界的公司 工业界的公司对吧 所以他做的东西的话就是会有一部分同学在做research 但是他对于工程的考量也会非常非常重 所以总的来说这篇paper呢 用的框架它这个地方提了 用的框架就是我们的sequence to sequence的这个框架 seq的这样一个框架 对 然后他但是他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去编工程的一些事情 去做一些比对啊 做一些场景的一些分析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结果 这个地方的话 他对比的结果 这个地方的话代码已经放出来了 代码在这个地址大家可以自己拉下来 然后我本来是打算传到我们的qq 群文件当中 但发现有点大 所以我打包以后 今天的总共三个代码的文件 文件夹大概压缩以后有100多兆 所以没传上去啊 可能是网络的原因 所以刚才耽误了一会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拉一下 然后拉下来 这里头有一些有几个数据集 然后他是有数据直接放在上面的 有一些数据集有说明 你可以按照他说明去拉下来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基本的结构其实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基本结构就是我会基于这个 对基本的结构就是我是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一个model 所以我是有question作为输入 然后这个answer我们的这个response作为输出 然后去构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构建了这么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端到端的一个模型 对吧 序列到序列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然后大概就长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contacted就是pervious sentence 之前的一个句子 然后他拿到的是一个response 大家都知道是这个用的LSTM的一些cell 对吧 去组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代码的话在位置在上面 这个作者是来自google brain的同学 然后之前是UC Berkeley的同学 他是工业界里面论文了 然后他做了一些事情就是对比了一下 这个地方所谓的cliverboard cliverboard是第二代基于检索的聊天机器 我认为这个检索可能里头还没有用到 我们上节课给大家讲到这个 deployment的这种匹配的方式 所以他可能是一些基于传统的方式去匹配的 这样的一个bot 一个chatbot 所以对比一下的话 发现部分的答案会更加的正能一些 然后他提出来一些点很有意义的点 就是其实评价这个去对我的聊天机器人去做评价的这个事情 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 就是你很难去客观的去评价一个生成的一个结果 就这篇文章呢 他分享了一些作者对这个东西的一些思考 这里头用了两个数据集 有一个叫opensubstitles data set 如果大家去把这篇论文戳开来的话 你会看到或者是个代码拿下来的话 这个opensubstitles data set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数据集 但他里头有一些noise噪声 然后另外一个叫ithelpdeskchapshooting 那大家从这个名字里头可以看到 他大概是一个帮助的一个机器人 就是你可能会在端业的领域 比如说这个电脑桌面或者什么 在运行一些东西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 然后你可以去问问他 对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二个数据集 就是刚才说到这个opensubstitles data set 这个数据集里头的一些结果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添了一点点的结果出来 我一会再说 这个结果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可以做成通用的形式 general的这个knowledge的question和answer 所以你会看到说 你可以随便问一些东西对吧 这个地方问谁是个skywalker 然后who is谁谁谁谁 然后怎么怎么样 这有点像是这个问答百科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你看那个猫有几条腿 对吧 对 然后所以这个是一个general 比较general的一个conversation 然后你也可以在一些专门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在这个哲学领域等等 可以提出一些问题 对 然后这个地方可能是 data set里头会做一些小小的调整 然后这个地方会有一些道德领域的 对吧 一些道德类的一些问题 做一些调整 然后他对比了一下cleverbot 中间的这个东西是一个cleverbot产出的一个结果 对 然后你会发现cleverbot呢 它 那个就是生这种 这种sequence to sequence 序列到序列的生成模型的结果 比网上流行的这个在线的聊天机器人 就是基于检索匹配的这个聊天机器人 看起来要稍微的智能一点点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结果 稍微智能一点点 然后cleverbot呢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接近于第二代 或者对 那个对话检索的这样一个机器人 然后我们有个语料库 有个知识库 检索 对来的 然后 然后chatbot的话 有些问题 他在paper里头提出来 很有意义的一些实际的工程的一些思考 说面临了一些问题 然后这个作者在应该是paper里头 有说到说这个实际呢 我们在评估生成的效果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几个data set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it helpdesk 然后后面有一个 对 还有 后面还有一个 对在这open subtitle experiment就是这个数据集 然后最后他他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产出了很多的结果 他实际上就是用这样一个框架去完成了一个聊天机器人 因为比较比较早嘛 15年15年提出来的15年的这个paper 然后当14年提出来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这个model 可以用他去完成了这个聊天机器人 然后这个里头会有一些 嗯后面会有一些做做的一个思考 就是关于这个human evaluation啊 人工评估的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说 实际上你去你很难去评估到底生成的这个 评估这个生成的效果到底好与不好 因为有些问题我们是我们知道他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就是他不像数学题或者物理题有个standard啊 这个answer或者是一个一个结果 实际上他有很多东西可能都可以去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你是很难去衡量说哪个结果一定比另外一个结果要更好 嗯不过这个东西要说起来的话 其实除了chatbot的话 其他的一些就自然语言处理啊 他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的评估 因为语言是人造出来的一种高高级的这个表达方式 所以在这个在预言处理当中很多的问题呢 实际上这个结果他并不是有单一答案的 就是很多东西你都说的过去 然后你一定要从里头比出来说是哪个更好哪个更不好 这个事情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然后其实我们自动评价 我们所谓的自动评价就是大家之前知道这个 比如说从十个答案里头挑一个出来对吧 那这种评估呢 评价只是从某种意义上试图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啊 就是相互比较的一种一种这样的一个问题 使得我们能拿到一个结果 但实际上在实际应用当中呢 实际应用当中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用户对这个东西的评价会更有用 所以你很多时候你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有一定的主观性在啊 就是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他不是百分之百有客观的标准答案的 所以很多时候你也许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但是用户在这个时候 他也许不需要这样的一个答案 所以这篇论文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些实验 对吧我们在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怎么说 view的不同的领域内去做了一些实验 然后去造出去训练了这样一个聊天的机器人 然后产出了一些结果和这个Cloud Bot 就做了一个对比 然后他提出来说这个evaluation部分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这个很多时候用户的这个感知是比较主观的 那即使那个东西也许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但他可能就需要那样的一个结果 这篇论文是一篇比较相对而言比较比较早一些 然后他开原了一个他在基于这篇论文的一个对 把这个打开对这个QA是还原的这个这篇论文 这个Chat Bot这篇论文的这么这么一个代码 然后地址的话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 然后这个里头他做了一个训练的部分 然后他还做了一个服务的部分就是网页端 所以实际上你是可以去有一个界面的 可以从URL去访问 然后可以完成这个对话 所以comment这一部分工程的部分我们就不说 他基本上是用testflow去serve去起了这样的一个服务 把这个模型给run起来了 然后去从这个网页端去接收你的这个发过来的这个question 然后去做检索或者是匹配或者是对产出一个结果 然后重要的是这个地方的几个文件 这个chatbot.py model.py 然后textdata和channel 对然后大家从这个名字里头可以看得出来 这四个文件呢其实应该分别是完成的东西是模型的搭建 然后这个数据的一个处理 然后训练的部分和最终这样一个chatbot 所以我们来看一眼 它应该都封装 它是把它们都封装成了一个类的形式 就是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也是非常非常规范 但是我觉得写这个代码的同学应该之前是C或者是C++开发的 你会发现它有很明显的这个 就是书写的这个风格有很明显的C或者C++的风格 对然后能听得到吗 大家能听得到吗 OK好 那应该是这个同学自己自己的问题好吧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看 呃 他的这个代码 就是大家到github上 你如果你如果戳进去的话 你看他的代码的话是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chatbot里头有一个 语料集嘛 对吧 然后这个语料集里面是封装了一些语料 然后包括康奈尔的这个康奈尔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呃电视电视剧的一个对话集 然后有这个openopensubtitle的这个data 然后对这几个数据集啊 都是大家一般发paper会用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集 然后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底下的话就是一些一些这个 对底下的话就是一些基本的对数据的一些构建 他做的事情 对吧 这个batch这个testdata 然后你可以去选择 他这个里头会有一个orderdict orderdict是有顺序的一个字典嘛 所以 我的PPT里头应该有链接吗 大家没有拉拉我的PPT是吗 这个地方我的代码的部分都会写在这好吗 所以 ok 这个同学说的什么问题 为什么暂时不能访问该群 我不太我不太清楚你遇到什么问题 代码在这个地方有好吧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拉下来 然后我现在再给大家简单的提一下这个代码里头 最核心的是有这么四个文件 然后这个地方的textdata呢是 完成的是对数据的相关的一些处理 textdata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语料库的选择嘛 所以 其实你是可以返回啊 这么多个语料库啊 keys嘛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key value 对吧 key value key value 然后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初始化的话 实际上他会 初始化一些 你看数据的路径嘛 等等 其他的一些啊 这个 这个vocabulary vocabulary size 等等 去construct这个 基本的这个path路径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后面有 有这个make lighter 啊 这个这个path了 这个函数没有写 shuffer 对数据去做一个 数据去打乱他的一个顺序 对吧 那这个地方的啊 create啊 这个地方的shuffer 打乱顺序是说里头的这个 对应该是对话 其去 一段一段对话之间去切换一下顺序啊 所以grano 然后这个地方的create a batch 是按照EPP的数据嘛 你看这个地方create a single batch form a list of samples 啊 sample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batch 你从刚才的这个定义的这个batch里头去 去取出来一些你定义的这样一些参数 对吧 叫encoder sequences decode sequence target sequences 然后weight 然后你出手画这个之后啊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batch size 对吧 然后后面的话 其实大家呢 这个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你看 他做的事情 无非就是对数据去做一些处理 然后把把数据放进去 因为这个地方有固定的 有一些这个已经给好的几个对话的语料库嘛 一些有一些函数啊 get batches 取出来这个数据 然后里头会define一个next sample 下一个样本 然后get sample size大小 对吧 get vocabulary size 词表的大小 然后load coupons 去把这个数 语料库去load进来 所以你在load这个语料库之前 可能需要去准备一些 准备好对应的这个data 对吧 然后里头会去create一下 coupons 然后save data sets load data sets 等等啊 然后这个地方有save data sets 对吧 转转到本地load this 所以这个文件呢 其实啊 他因为他写的 他比较规范啊 就是工毕竟是google同学写的嘛 一个deep mind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 会有各种各样的 他觉得可能会用得到的一些工具 一些扩充 主要是对数据层面去做一些处理啊 包括这个地方很细的 什么replace word啊 然后其他的一些处理啊 然后其他的一些处理啊 Extract conversation啊 Extract the test 因为不同的这个语料库 它的格式是不太一样的 get word id 大家知道每个构建了词表之后 词会有对应的这个下标嘛 id嘛 对吧 然后这个这样print batch 可以输出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啊 sequence to stream 所以这个文件比较长 它的这个代码 它总共四个文件 但是它文件 这个都都比较长 然后写的风格呢 和 C++或者C 写C++或者C的同学会比较类似啊 这个地方是这个model model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去搭建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这个模型嘛 所以 但这个地方其实他做的 还 他做的应该 你看 他做的这个地方 我看看我放不下 我这个页面 所以大家看到的东西和上次会有一点点的像啊 首先前面这个部分呢是一个啊 project project operation 你可以想象到 大概是一个这个投影 投影嘛 去去 这个 呃 一个单层的一个一个感知器 或者是一个投影 呃 大家问到有什么问题 程序和论文是怎么对应的 能不能从这个角度 我 我没有理解这个问题 什么叫程序和论文是怎么对应 论文 他论文就是提出来了这样一个框架 这个程序 是 对 论文里头不同 对于不同的这个 预料 预料库 他用sequence to sequence 的model 去做了一个 训练 然后他这个地方用的是统一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 这个地方是一个投影层 投影层 投影的一个操作 operation 对吧 然后底下是一个model 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就是大家看到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 非常有名的这个LSTM的这个续列到续列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前面会定义一些这个初始的一些变量或者参数啊 这个地方你如果开始没有指定的话用的是none 然后这个地方build network 就是实际搭建这个网络的时候我做的事情 对吧 那这个时候的话会有一个呃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大家都知道 都有这个word to vector的这个基础吗 你知道word to vector以后实际上我去训练的时候 如果我那个词表非常大的话 我映射到那个词表当中的那些 映射到那些词当中的某一个的时候 我做这个softmax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代价会非常非常的大 对吧 我这个代价会很大 所以实际上我做的事情是用negative sampling 复理采样或者是用这个层次化的softmax去做了一些 调整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也也会去做一些sampled的一些softmax 大家去看这个 Tensorflow里头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sampled softmax 实际上它是做了一个采样 因为你的字表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拿到是一个sampled softmax的一个loss 就是对复理样本可能会去做一个 做一个 对 采样 然后底下这个rn的这个cell 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basic的一个 LSTM的一个cell 对 然后底下有些jobout 这模型这个部分相对而言 反倒是一个比较比较简单的部分 这个地方你在contribution里头直接可以看到有一个embodying rn的sequence to sequence的这么一个一个函数可以直接调用 这个step表示说是做做一个训练的训练的阶段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forward往前推进一步嘛大家知道是分词以后是会有若干的词 所以 对 所以一个词一个词的往前去推进嘛 然后所以这个地方的step实际上是表示往前往前推一步 对吧 这个地方的channel这个文件是一个训练的一个文件 对吧 所以这个总体的这个训练是在这的 所以会非常非常简单 他实际上做的事情是我解析一些参数 解析这里头的一些参数 然后用这些参数去做一个训练 包括这个地方我可以对learning rate学习率去做一个调整 可以对bet science去做一个调整 我看到这个同学问的这个问题了 说现在这个讲法我个人感觉比较碎不容易形成整体的感觉 其实是这篇论文是最基础的一篇论文 他并没有很多的新的这个 创新点这么说吧 理论的创新点 那你看到后面的这个论文 你提前看的话 后面的这些论文 他实际上是有解决一些问题的 所以他在这个里面会去做一些改进 我们现在讲到这个neural conversation model 就是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序列到序列的模型 我只是把他这个里面的代码结构给大家讲一遍 OK好吧 就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chatbot是 对外层的一个封装 这个具体代码细节 我不讲了 大家去看一下吧 就是这个地方你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参数的设定 因为前面有数据处理部分 可以构建数据 可以对数据集去做各种各样的 去做各种各样的处理 然后底下的话训练的时候 你也可以设定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吧hiddenhidden size number of layer多少层 对吧soft soft max的一个samples 然后初始化的这个embedding word embedding 对吧等等 然后训练多少轮 然后这里说batch size larning rate jobout这个概率到底是多高 就是这个就是外层的一些封装吗 这个代码 这代码 因为代码的量有点大 所以我只能从最粗的角度给大家讲一下这一头哪几个文件是做什么的 具体代码的一些细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google的东西做的都是比较 可是扩充性比较好 同时功能比较全 所以它里头有很多的 他自己写的函数不一定是这个在训练阶段需要用得到的 但他觉得可能之后扩充之之后去这个完成一些其他任务的时候可能可以用到 所以就会把它一起写在上面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往下看吧 下面一篇论文 下面一篇论文是 是一个很高产的 呃 一个一个作者 Stanford Stanford 他斯坦福的一个同学 然后他在NLP或者说在chartbot这个领域发过很多paper 是非常高产的一个同学 然后他这个地方有一篇论文叫做 diversity promoting objective function for neural conversation models 然后这个 里面的话 我的论文应该已经发给大家了 我先把这篇论文戳一下 对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篇论文啊 这是有创新点的论文 这篇论文呢 他之后提出了一篇 他在这篇论文之后 又出了一篇新的论文 所以这篇论文是后面这篇论文 是这样的 就是针对这个前面提出来的这个框架啊 叫sequence to sequence 这个框架 序列到序列的这个框架呢 呃 他里头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你在最后的这个结果里头拿出来 你会发现 他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针对大家问的一些问题啊 对吧 就是你现在要吃什么 他会回答说都可以 然后你说 你回你问一个其他的一个东西 他会回答说呵呵 或者是我不知道 这种答案呢 你不能说他错了 他和上面一句话是可以匹配的上的 所以这种答案他非常safe 他非常的安全 而且他读起来的通顺度非常的高 但是实际他里头包含的具体的含义 其实是很少的 对吧 所以营养比较少 没有太多的实际的意义 那然后造成这种原因 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 是你训练的过程中通常会用一个东西 去作为目标函数 因为大家在做Machine Learning 或者Deep Learning的时候 都会去做一些考量 比如说我的Loss Function 损失函数对吧 或者说我损失函数是越小越好 那或者是我的Objective Function 叫做目标函数对吧 我希望他比较大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用MLE 叫做最大自然估计 这个东西去作为我的一个目标函数 那用他作为目标函数 他他主要的考量是 语据产出的一个通胜度 就是你产出的时候 然后你输出一句话 对吧 叫做你好吗 我很好 对吧 那我分完词以后 我很好 对吧 那他实际考量 考量是一个Language Model 他结果的 他Language Model的一个 结果的一个通胜程度 所以你会发现这句话 和他匹配上的时候 这个我 以及在我的基础上 在我的基础上下一个词是狠 和我狠 这个两个词的基础上下一个是好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 它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他这句话非常非常短嘛 所以这个匹配度会非常非常好 结果很通畅 但是它的多样性非常非常的差 就是你问很多问题的时候 他都会用都可以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来回答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你在decoder部分 实际上 实际上你是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产出的 然后 但是这些有很多产出被你枪毙掉了 因为他们不满足这个MLE 就是最大 最大自然估计 这个结果最大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 目标函数最大的 不满足这样一个条件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他在decoder部分 去做了一些优化 就是这个地方decoder部分 然后他提出来两种方式 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首先这个地方 总的来说 他提出来一个叫做MMI 就是最大化的这个 叫做 互信息 最大化互信息 这样的一个概念 作为他的这个目标函数 叫objective function 然后他里头具体的细节 他是提出来两种 叫MMI anti-LM和MMI 这个bit 这样两种 然后你如果 我们先看一下结果吧 结果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用单纯 用sequence to sequence 的话 拿到的结果大概是这样的 如果你用前一种 这个MMI 这他提出来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的话 拿到的结果是 这个结果 你看到这里头会有 I mean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对吧 他经常会回答说 我不知道 所以 如果你用了 用了修改了 他最后的这个目标函数的话 你拿到的这个结果 你会发现 他是丰富度更高的 也就是他会逼迫他去 吐出来更多的信息 而不是去收敛到一个说 OK 我只要回答一个很安全的答案 他和上一句话 也是能成能能接得上的 不会有语法的错误 这就够了 然后我们先看 我们先看一下结果 然后一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怎么去做到这个事情 这个地方的话 是sequence to sequence的一个结果 对吧 然后后面是第二种方式 他提出来mmi的第二种方式 OK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细节 细节在论文里 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这有点小 我刚才的这个 我刚才用的这个编辑器 好吧 好吧 然后 我 我那个QQ发给大家了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对 这个地方的话 他提到了说 一般情况下 标准的目标函数 用于序列到序列的模型 学习的是一个log like 对吧 所以是目标函数target 在给定s的情况下 这个target的一个 一个 最大 最大的log自然 对吧 所以大家看到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 在这样一个结果下 你会发现产出的一个 他产出来的一个结果 有时候会倾向于 让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通顺 同时又能够匹配上 所以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下 提出的这个 这个丰富度啊 就是 回答的这个信息 提供的信息程度 或者丰富度是不够的 所以他提出来了一个 用最大化 我们的 库信息 最大化库信息的这个 叫mmi 对吧 最大化库信息的 这么一个目标函数 然后去做这个优化 也 然后这个东西的定义呢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大家 大家还记得 大家都学过信息论吗 所以你记得这个 库信息是怎么算的吗 所以log是可以去 log是可以拆分的吗 对吧 那除法是可以拆成减法的吗 所以对吧 所以是 去减去 对吧 是是这样 所以这种 他提 他提出来的这样 也实际上 你会发现这些 发paper的同学 他都是会有自己的一个 一套逻辑 或者是一个 对 自己的一个 一套逻辑 或者自己一套思考方式的 那你会看到这位同学 这个staffer 这个同学 发的一系列的论文 都 他都很喜欢用mmi 这样一个东西 去作为他的object object function 目标函数 然后互信息的公式 大家已经看到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吧 所以他去 就是 你你会发现啊 你在上面的公式里头 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推导 你就会发现实际上 实际上 我们要最大化 我们要最大化这样的一个 mmi mmi的object function 实际上就是这个 对吧 就是这个数学知识 大家都有吧 你看 他可以拆分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吧 他logp st的一个联合分布 然后 减去logps 和logpt 对吧 s是sauce t是target 目标 那这个pst 减去 logps 实际上是 就是在s的 给定s的条件 给定s的情况下 给出t的这样一个 大家看 给出t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呀 一个 条件概率 对吧 然后后面再减去logp 所以这个公式到 上面这个公式到下面这个地方 大家都没问题吧 就是我要最大化他 实际上我是要最大化他 对不对 然后这个其实 很很有意思啊 就是你看 实际上 实际上 你去看这两部分 你会发现后面这部分 后面这部分 叫target嘛 目标嘛 对吧 t是target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language model 一个语言模型 所以 为了在目标当中去控制 去控制这个 他的response的一个多样性的话 他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惩罚系数 加了一个lambda在里头 因为 因为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如果你把这个lambda 调的特别特别大的话 就是这个lambda 大家可以看到 当你这个语言模型 就是鼓励语言模型的时候 这个值就会变小 所以这个地方 他给了一个可调的一个参数 lambda放在里面 你这个lambda的话 如果特别 如果是特别大的话 可能会导致最后出来的这个结果 通畅度并不是太高 然后 这是其中的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会对应到 他待会的优化 就是他用mmi 这样一个 准则目标函数去优化 我这个序列到序列训练的 这样一个模型 它的 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 他用了一个贝耶斯的 他用贝耶斯去做了一个转化 所以上面这个公式 去做了一个小小的转化 变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应该说是这个公式 去做了一些转化 变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就是log log这个pt 这一项实际上是可以等于这个的 你不信的话 你可以把 你可以把这个部分 log 负的这个 减区的logp 以t 在这个条件概率 对啊 在t的情况下 s的这样一个条件概率移到左边 那你会发现这两个东西 对吧 左右是相等的吧 因为他加他实际上是log上面两个东西相乘嘛 对吧 然后把它移过来的话 你看logpt再加上log 在t的 在给定t的情况下 s的一个条件概率 这两个东西相加又是一个 联合概率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式子实际上是他logpt是可以等于他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logpt带到上面这个公式里头 带到带到这个9这个公式当中 你可以得到下面这个公式 这是 这个是 呃 我我我我再给大家这个 带大家详细看一下啊 你把这个logpt带进去之后 这个地方是三项对不对 所以他就会变成说logp也给定s的情况下 求t这样的一个概率 条件概率 减去lambda倍的这个东西 对吧 给定s求p 那你把两个合在一起是1-lambda 对不对 1-lambda的他 然后 后中间的这部分是减去lambda倍的 这个logps 对不对 然后后面这部分的话是 这个对吧 减加上 因为是减去他嘛 减去lambda倍的这个地方还有个减号吗 复复得正 所以是加上lambda倍的log 给定t的情况下 s的一个分布 这样一个概率 然后大家注意到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是在调整我的最后的target 对吧 我在调整我的输出 那我不管我的输出是什么样的 我都不会 其实不会影响到我的sauce 对吧 我的输入 我的sauce 是固定的 对吧 所以这一项实际上 在我整个调整最大化的过程中 这一项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s是固定的嘛 那这一项的话 其实不会影响我最后 这个取到最大值的时候 这个t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这一项可以直接不要了 然后大家看到的结果就是下面这个结果 实际上我要最 我要最优化的就是 这个1-lambda的log被的 这个给定s的情况下 t和lambda被的给定t的情况下 这个t和s分别是target和sauce 目标和圆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针对这样两种方式 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 9这个公式 针对9这样一个公式 和这个地方的10这样一个公式 两个公式它就产出了两种不同的方式 去做最后的这个定义这个object function 然后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叫叫anti language model ntlm 之所以它叫这个东西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来看后面这部分pt 看pt的这一部分 pt它就是一个language model 一个语言模型的一个 因为它说的是这个这个句子 你输出这样一个target 它的一个概率嘛 所以这部分的话实际上是一个 language model的一个自然概率嘛 那前面有个负号 所以它这个地方叫名字叫做anti嘛 反嘛 反语言模型嘛 所以它做的事情是它会去惩罚 那个 它不仅它不仅会去惩罚这些high frequency 就是高频的 然后比较通用的这样一些response 但是它有可能会有可能会带来一些 有可能它会带来一些语法的一些错误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高频的 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些response的话 实际上它是它是它肯定是通胀度是够的 所以如果你要去惩罚这样 你希望它能够多样性一点 你去惩罚这些原本已经有的这个 已经比较通胀的这样一些短句的话 实际上你可能会带来一些语句的不通顺的 这样的一些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 它这个地方说的是 实际上它对这个lambda去做了一个调整 所以说lambda如果比1要小的话还好 就是这个问题的话 没有特别明显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这个ntlm有个问题 呃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 Foodlogpt这一项 后面这个Foodlogpt这一项 实际上是一个language model对吧 语言模型 anti表示是反正因为有个复号 所以这个东西加入以后 它会它能够想办法去提高这个diversity 因为它去惩罚原来原来 你非常出现非常频繁啊 概率非常高嘛 非常频繁的这样一些一些 从语言模型的角度来看 非常通畅的这样一些response 但同时它有可能会带来这个 我们说语法上可能不通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然后呃 他提到了说小于1的话 小于1的情况下的话 这一项其实影响比较比较小 这个时候呢呃 但是原始的这个语言模型啊 大家想一想语言模型的话 实际上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这些非常长的句子 非常长的句子 因为大家都说算概率嘛 所以你看pt就是他给的这个目标输出这个语句实际上是一个 语言模型的话是一个概率对吧 是一个连成的结构对不对 但是连成的结构会有个问题 就是纯天然的 他其实不太倾向于去找要长的句子 因为长的句子这个连成的这个概率会更高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它实际上 句子特别长的话 这个呃 pt是会会有一定问题的 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做了一个优化 他把这个pt转成了一个 用另外一个ut来代表 这个ut呢实际上是在原来的语言模型的基础上 去乘以了一个gk 这个k gk是一个衰减因子 它会随着这个 k是一个index index gk的特点是随着k的增加会单调递减 会单调的递减 然后这样做的话 其实他论文里头提到了会有两个 这个first 啊 然后这个 就提到了会有两个两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decoding的时候 对于先生成的词的惩罚 惩罚度会比 呃 后生成的惩罚度对diversity的影响更大 因为你想这个地方是一个减号码 减去lambda被的他嘛 然后大家看这个公式里头 这个k实际上是还是一个连成的形式嘛 但这个连成的形式里头 你会发现k比较小的时候 这个值会比较大嘛 所以其实对最后结果起到比较大作用的是 这个k比较小的这样一些值嘛 也就是这个生成的这样的一句话 前面那部分 最开始的那部分 所以他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保证它的多样性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 这种生成模型的话 你第一个词确定了 它是在第一个词的基础上去生成后面的词 所以你前面的生成的词实际上它作用性会更大 因为会因为你前面生成的词 而导致我后面的这个序列表达的方式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他提出来的这样一个gk 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这样的一个 大家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gk是随着k变大 这个gk是会变小的 所以前面的词它的这个系数会更大 后面的词这个系数会更小 所以前面的词带来这个影响程度会更大 我我对前面生成的 对先生成的这样一些词的惩罚 会更大一些 因为它对于最后这个diversity 对于对多样性的这个影响会更大 然后第二点是他论文就提到的 说随着这个我解码的部分 decoding的这个部分的话 达到输入对后续生成的一个减弱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随着gk变大 后面gk变小 所以它对它的影响是减弱的 就是这个地方的减弱这部分 他减弱的话 这个语言模型的话 语言模型会占助一个主导的 会有主导的作用 然后 reply的部分呢 其实其实它也会相对而言会通顺一点点 这个是它前面的 你看它这个地方定义了gk 然后它是一个衰减的一个模型 它把刚才这个公式当中的pt 变成了这个ut 就不再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语言模型 连成这个语言模型 而是在后面乘以了一个gk 会是一个衰减的一个状态 然后刚才我们不是看到了有两个公式吗 第一个公式是前面的9号公式对吧 第9个公式针对这个公式 它做了一些惩罚了这个language model 然后去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第10个公式是下面这个公式 大家看到这个1-lambda 和lambda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当中呢 它针对这个公式去提出来第二种方式 叫mmi di 这样一种方式 也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它需要最大化的目标函数 就是这样一个目标函数 然后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就是 实际上呢 你的 就是这这 你用这样一个东西的话 实际上你是没有办法提 没有办法去预先算好的 就是这个地方的target 这个目标目标的这一部分 这个target的搜索空间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 直接去优化这样一个目标函数 希望它最大化的话 它的 难度系数是非常高的 所以它做了一个 折中的一个方案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对于 这个地方 对于第一个部分 就是第一个部分 序列到序列 大家知道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就是优化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希望 在给定sauce的情况下 对吧 用我这个序列到序列的模型 已经产出这个target的概率是最高的 因为大家记得吧 最后是一个 就是一个 大家当时算的是一个cross entropy 一个交叉商的一个损失嘛 对吧 所以我希望那个概率正确的那个词 正确到每个位置 到每个位置的时候 出现正确那个词的概率是最高的 所以其实 序列到序列的模型优化的是前面这一部分嘛 p 给定s的时候是target 对吧 所以给定s的时候的这个target 我希望这个值能够 尽量的大 这是原本的序列到序列的模型 去 产出的这个 结果 就是根据这样一个单一的准则来产出的 那 现在它 既然在刚才1-lambda乘以log 给定s的情况下出现t 和给定t的 加上lambda倍的log 给定t的情况下 s的这样一个条件分布 直接去优化这样一个loss function 做不到的话 那它做了一个折中的一个方案 它根据刚才的 大家都知道 sequence to sequence 会产出一个序列 对吧 就是实际上我是计算一个概率了 就是预测的时候 我做prediction的时候 实际上我是产出了一个 产出一个序列 同时我会得到这个序列的一个概率 对吧 那这个时候它 不是取最高的那样一个 序列里头 最高概率的那样一个序列 而是把前面n个 n个比较 比较高的序列都输出出来 然后再根据第二项 因为你这个时候序列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序列 你实际上是可以求出来pts的 这个是可以的 就是以值target的情况下的s 因为你的target已经有了 就是刚最开始的时候sequence sequence 只优化这个时候 产出的是一个best 就是 sorry 就是直取第一个 第一个最好的 就概率最大的那一个 现在他做的事情是在概率最高的 这若干个里头去列 把它组成一个列表 在从这个列表里头 按照他后面的第二项 大家看到啊 我希望目标 目标函数最大 他会 他会按照后面的这个部分去做排序 用他去做 你看 the second term 第二项去做一个排序 做一个rank 所以 呃 他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优化了 对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有 有 就是论文看着会有一点点的绕啊 大家去看这个东西 实际上最最看大家要理解这个地方的两个条件概率是什么 就是这个s 给定s的情况下 生成target t这样的一个概率实际上是和大家理解的是一样的嘛 找到最好的这样一个目标一个target 然后这个target 这个p体现在哪 如果我细一点我们想到这个序列到序列的模型里头实际上它是一个一个词产出的嘛 我们希望每个位置的词的那个是标准答案的那个词概率是最高的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的 对 所以 这个地方大家 就是这个这一篇论文实际解决的问题是 我很多时候挑出来的这个pst最大的这样一个值产出的这个这个结果的多样性并不够 就是他的这个答案是非常安全的 非常safe 有发现他会说一些和和啊 随便都可以 这样很安全的一些答案 但是实际上它意义不太大 所以他不想要不想要这些意义不太大的这样一些 response 所以他希望他们之间的互信息能够足够的大 互信息 所以互信息的公式 从互信息的公式出发 他去做了一些 做了一个小小变换嘛 推导 拿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原本只关注这个部分 sequence 都sequence 关注这个部分 现在他对于最后的这个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语言模型了 语言模型的这部分去做了一个 乘法 给了一个lambda贝 做了一个乘法 然后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对语言模型去做惩罚呢 直接用这个语言模型的这个公式呢 又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所以他对语言模型的公式去做了一个修正 这个地方是大家看到这个gk 他会随着后面产出的每一个词 随着这个产出的词排序 越往后 会 给他的惩罚的 给他的这个影响因子会越小 所以我优先考虑的是前面产出的词 大家能想象到就是一句话怎么回答 我给定一个问题 一个question的时候 我去回答这个answer 其实明显是前面的词 他的影响程度会更高吗 对吧 我如果说 你好啊 对吧 然后你就回答 你说你也好 你第一次产出是你的时候 就可能会说你也好 然后如果是我的话就说 如果是对的话就可能是对 挺好的 对吧 所以前面的词会影响你这句话 影响程度会更高 所以这个地方给了 给了这么 提出了这么样的一个修正 然后后面这个东西的话 MMI BIDI的话实际上是在刚才的公式的推导上去做了一遍小小的调整 然后他用贝耶斯公式去做了一个调整 所以意味着说我去优化这样一个目标函数也可以 但优化这样一个目标函数的话 直接优化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你的这个能产出的这个后选的T实际上后选的这个目标的这个句子 它的个数是非常非常多的 你穷尽不了这个搜索的空间 所以你穷尽不了这个搜索的空间的话 那如果你穷尽不了搜索的空间 一般我们会用什么呀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产出一些后选对不对 然后从这些后选里头去算 这是一个逼近的一个方式嘛 所以先用前面这一部分 也就是所谓的序列到序列去产出一个NBEST 最好的N个后选 然后从这个NBEST里头去按照后面一项这个Target 给定Target的情况下 S的这样一个分布 这样一个条件分布 去找到这对他做一个排序 把呵呵这个我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往后排 OK去把其他那些有意义的答案提到前面来 去鼓励这样的答案 这是他提到的两种优化的方式 然后结果大家也刚才看了一眼 就是在这个结果里头 你会发现他确实是比纯sequence to sequence的结果 要逼迫他去回答一些有意义的一些结果 比如说这个地方说 I mean we have to talk to him 然后这个地方说I mean I don't know 对吧 说关于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 但你会发现如果用了我们的互信息的话 这个时候产出结果 就鼓励他会提供 鼓励他会多样 有多样化的这个response的话 他会回答说 I mean he's a pretty guy he's a good guy 他人还不错 其实可以聊一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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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这样的事情 然后这一部分的 关于这篇论文 他没有产出 没有直接给出这个论文的代码 但是这篇论文是一篇前置论文 是哪篇论文的前置论文 这篇 a personal based neural conversation model 他的一个前置论文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目录底下 这个同学很有意思 就是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neural dialogue generation 底下 有他他这地方有gridme 他这个地方有他的N篇 有他的数篇论文的代码 都放在这 所以刚才大家看到 是个diversity promoting objective function for neural conversation models 这样一篇paper 然后这篇paper 在这个地方 a personal based neural conversation model 里头 a person based neural conversation model 里头会有体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应该是在这儿 这个里头 是有具体的这个model的 我们先把他后面的这篇paper 去做一个小小的了解 就是 聊天机器人 我们来看一下他有哪些问题 刚才我们讲到的问题 是多样性的问题 就是有很多时候 你训练出来的模型呢 他会很狡猾 他狡猾的地方在于 他会去寻找一些相对比较安全的答案 但这些答案呢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信息的 就是大家直接 大家说的 你根本就没有在回答我的问题 对吧 你再回避我的问题 类似于 这样的一些说法 所以 刚才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产出结果 能够多样化 然后 产出结果能够多样化 后来大家又去看 因为所有的这个 发paper的过程 都是我去看看 现有的这个model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在这个 已经有的问题的基础上 去做一些改进嘛 所以改进 有一些改进的点 我就能发paper 所以他们去观察这个结果 就是对话机器人这个结果 发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多轮对话 结果可能会不一致 这明明就是同一个人 对吧 我们说AB两个人在对话 这是A 这是B 对吧 你看 所以他问你说 Where do you live now Where do you live now I live in Los Angeles 所以我在洛杉矶 洛杉矶生活 对吧 In which city do you live now I live in 马里 马里兰 不是 这个 就是 他会有些其他的回答 对吧 In which country do you live now 在哪个哪个国家 对吧 他在英格兰 对吧 所以你会看这一头 任何一句话和一句 对 马德里 是怎么说的 对 对 所以这个地方的A和B 就是 如果是两个人的话 你会看 任何你拆一句话出来看 ABAB 他们的回答都是匹配的 对吗 他没有不匹配啊 就是问的是你在哪里住 我回答的就是在哪住啊 但是如果现在你认为 这是一轮对话 一轮对话 你在一轮对话里头 应该保证我的 这个人是同一个人对吗 所以我的背景应该是一致的对吗 你不能一会又住在 洛杉矶一会又住在马德里 一会又住在英格兰 对吧 虽然你来看的话 每一个A和B的对话都是合理的 但是总的来看 这一段对话是不合理的 所以你用序列到序列的这个聊天 之前的序列到sequence to sequence 这个model去训练的话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 多轮对话 他的回答是不一致的 对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 Where are you born 你在哪出生 他说I was born in Canada 我在这样大出生 对吧 Where from 你从哪来 对吧 英格兰 Where did you grow up 然后在Texas 对吧 所以你发现他明明就是一个人 但是他回答会一直变动 虽然和上一句承接的很好 但是总体来看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在聊天 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他提出来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说我必须要有一个personal 一个 这关于这个人的一个background 背景的一个东西 去维护出我在当前这一轮对话当中 我的一致性 我们来看一下修复完了之后 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How old are you Sorry 这个还是那个问题 还是有那个问题 他修复完了之后是后面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论文里头 有具体的这个结果 我来把论文打开一下 personal base 在这 对 Stanford和Microsoft一起发的这个论文啊 就说他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先看他最后处理的结果 一会我们再来看他到底怎么做的 啊 这个是一个很有 我觉得是可能大家也可以想得到的一个 一个处理方法方式 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看他最后的这个结果是 这个是最后的 这个地方是最后的这个 这个他优化之后的结果 你看这针对这个第一个user 第一个用户 你问他说 Where is your home town 你家乡是哪 I'm from England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England 对吧 这个 In which city do you live now I live in England 对吧 In which country do you live now I live in England 所以他会维持住最后的 最后的这个用户的身份 是同样一个人 对吧 不会说我 我这个前后的回答 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人在聊天 所以他能做到这样一个程度 OK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去做这个事情的 为什么能做到这样一个程度 就是 呃 其实啊 这个问题在工程上的 在工程上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因为如果 你有多伦对话中的这个response不一致的情况的话 这个 一致性不太好的话 这个解决不好的话 最后你聊天的时候这个效果就会非常非常的差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你想他想东西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 想法嘛 想法就是你一定要有个东西去维护住这个user的一个本身的一些information嘛 对吧 啊 user identity 对吧 比如说他的 呃 是能够帮助我去把这样一些信息维护住 维护到这个模型当中 最好是 然后去去构建出来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sequence sequence 一个model 对吧 所以我们知道 就是最初最这是最上层的一个想法 我们希望有个东西去保存这个东西对吧 user identity 那大家想一想啊 就是这个user identity的话 在神经网络当中我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维护住这样的一个一部分信息啊 神经网络当中一般情况 deep learning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保存信息的 包括之前的memory对吧 我们说lstm里头rn里头的memory cell都是叫做 叫做这个向量对吧 我们都是用metrics metrics或者是用用这个vector向量去对吧 去保持住也就是一个一个 向量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做的事情 我们先往后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啊 在我包括在我PPT上也给了 实际上他是怎么去完成这样一个事情的 他把这个model当中融入了一个user identity 用户的这个一些个性化的信息 比如说背景信息啊 用户画像啊年龄啊等等一些信息去构建出来一些 相对个性化的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 一个model 然后为不同的user 以及同一个啊 他这个地方论文提出来两个场景啊 一个场景是不同的user 就是第一个场景是不同的user 第二个场景是不同的user 第二个场景是同一个user 但是 是不同的这个对话 不同的对话 就比如说他在 在不同的电视剧里头 会有不同的这个对话 会有不同的风格的response 对吧 那同样一个人 那我在这个聚会的 在很欢快的聚会的场景下 和我在正儿八经工作的场景下 我回答的这个风格style 应该是有一些差别的嘛 所以他针对这样两种不同 同一个user 在不同的场景下 应该叫啊 不同场景下 他风格会不一样 所以 这针对这样两个东西去做了优化 怎么做优化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的情况下 大家还记得这个LSTM啊 LSTM捕捉的东西是说 OK 我当前的输入对吧 我有个memory 我有个memory 叫s或者叫c 对吧 你看你怎么去表述它 ct-1 ok st-1 然后会有当前的一个xt 对吧 输入对吧 然后会有上一个时刻的ht 输出对吧 我会在这个的基础上去update 会更新一下我的memory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也一样 它依旧 它基本的单元依旧是LSTM的cell LSTM的这个单元 然后 我会去更新 我也会去更新我的memory 更新我的信息 但是我希望在更新的时候 我时刻要维护住一个东西 叫做用户的信息 对吧 然后我们知道在神经网络当中 或者深度学习当中 我们信息一般是用什么东西来存储的 用一个向量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希望有一个向量 可以捕捉到我用户本身的背景 用户本身的背景信息 然后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 它给它取了一个名字 大家都知道Word Embedding 词嵌入 Word Embedding 是不是能够对词去做编码 把词从 spars 从这个 西书的 这个 re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on 那个 表示 到 变成一个 dance 稠密的表示 而且在这个dance的 表示的这个空间 space dance space 当中 相 具有关联含义 或者相似含义 的这样一些向量 或者说这样一些点 它们是非常接近的 对吗 所以说喜欢 和东北人说的西汉 东北的同学说的西汉 实际上是很接近的 对吧 OK 所以它这个地方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叫做 叫做 speaker embody 就是对用户去做embody 但这个embody 是怎么怎么做的呢 它和word vector不一样 word vector的话 你只要找很多的 找很多的这个语料过来 我就可以对这个语料去做 做一个 从最上层看是一个无监督的 实际上它是一个 最后训练的时候 也是一个有监督的 是用周边的词去预测中间的词 或者中间词去预测 预测周边词 也就是用background的这些周边的 这个东西去代替它含义 所以word vector是这样训练的 那这个地方 speak embedded 只说ese含义是接近的 就是最后每一个用户 它都会生成一个用户向量 这个用户向量里头 会捕捉到这个用户的背景 background的这个信息 然后用户的这个user profile 年龄 或者是性别等等 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 所以希望能捕捉到一个向量里头 而且这个向量越接近的两个用户 他们的风格会越接近 他们的性别会越接近 他们其他的一些背景知识 背景的这个状况会越接近 所以你如果投射到一个空间里头 下面画了一幅图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投射到一个空间里头 你会发现 我对这个用户去做完建模之后 我发现 因为我对speaker去做完embodding之后 我发现这些 embedding完的这个speaker呢 会相同背景的 或者说相同的 就是性格相同相同的这个对话方式的 这样一些user会比较接近 然后这里头提到 这里头有个 它的处理方式非常非常的 其实很多同学 其实可能可以想象的到 只是你 你可能不会往这方面去想 会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说了这个embedding的话 word embedding 是可以直接在一大堆的文本上去做训练的 对吧 那你现在需要去训练出来一个speaker embedding 我现在先告诉大家 我现在先告诉大家 他最后的这个训练的过程 这个模型当中 LSTM 依旧是用的LSTM 但是他对LSTM去做了一个改进 大家来想一想 原本的LSTM是什么样的 实际上我只有这个memory信息和我之前的输出 对吧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就是 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对 你看我的每次的记忆 实际上是由之前的记忆 对吧 LSTM 对吧 这个是一个0到1的概率 这个是一个0到1的概率 所以是之前的memory去和新来的信息 去做一个merge 对吧 新来的信息去做一个合并 对不对 然后我之前这部分新来的信息只是和那个ht 和我的memory 和我的ht 和我的ct-1 ht是有关的 对吧 那现在他提了一个新的想法 他的想法就是说 我必须要把用户的信息拉进来 所以是的 这个地方的这个lt的计算 这就是每一项的计算 这个it啊 这个ft啊 这个lt啊 他的计算呢 都和这个地方的vi有关系 所以他在刚才 大家我不知道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的这个公式啊 公式里头怎么去对 对这个东西 LSTM怎么去更新的 然后这里头只用了ht和ct 但他现在在里头多加了个vi vi表示第一个用户的向量 所以就是现在他去更新这个记忆 或者是我我去选择我的输出的时候 我需要ot嘛 我我去选择我的输出的时候 我需要考虑到我用户的 用户的这个background 然后我们之前说word to vector是word to vector 或者word impacting的话 它是一个呃 从从提供数据集的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unsupervised 对吧 unsupervised无监督的学习 那这个地方的话 有同学刚才提到了说 能不能先对query去分类啊 然后对这些用户去做一个 对对这些数据去做一个分类 对用户去能够先投射到不同的空间啊 去做一个做一个这个 就是对对这个用户去投射到不同的空间 去做一个分类啊 或者预先对他做一个巨类啊 你提的这个思想是是思想是ok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么去做的话 他他有一定的难度在 首先是这样的 神经网络这个东西 他最擅长做的事情是一个 我们说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表达的一个学习 对吧 特征表达的一个学习 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东西都是 能够通过这个神经网络去学习出来 去怎么样合适的去表达 各个向量之间去配合 那你这种方式 它是不是一个端到端的 不是一个end to end的方式 就是你相当于是预先 预先从别的地方去训练出来了一个 一些比如说巨类的ID 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去把用户先分 先具了巨类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你把这个在其他的地方 学习出来的东西去灌到 我现在的这个模型当中 包括我们之前给大家讲 sequence to sequence 的这个model的时候 我们也提到了说 ok我们有一些场景下的话 你可以预先用word to vector 或者是这个glove 对吧 去生成这个词向量 再灌进去 然后有同学也说 老师这个能不能做成end to end 对一般做成end to end的话 效果会更好一些 所以你可以预先做分类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这篇论文里头做的方式是 我把它当做一个去学习的向量 因为你知道你这段对话 现在是哪个编号为几的这个用户 据说的吗 所以你对每个用户 你实际上是可以编码出来一个vi这样一个向量的吗 你可以随机初始化一下这样一个向量 然后只不过我这个lstm在做更新的时候 做update的时候 我是需要去考虑这个vi这个向量的 我不知道 我这么说 这个大家能够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印象吗 大致的一个理解吗 就是我我这个vi可以先确实化一个向量 包括你看你前面的memory 其实也是不知道的吗 对吧 输出前面的输出或者是你的memory 其实你都是ct 你都是不知道的对吧 你都是可以在迭代的过程中去学习出来的吗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多加了一个向量对每个用户 因为你每一段对话 你都知道是哪个用户和哪个用户 哪个user和哪个user去对话的 所以实际上你是知道你的你是vi和vj 两个i和j的下标准是知道的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lstm呢 他的公式里头做了一点小小的变更 他把里头加入了一个vi这样一个用户向量 然后每一个用户会有一个vi这样一个向量 然后他用这个lstm去完成了这样一个训练 是他对于每一段对话里头啊 当前的这个这个句子 因为当前可能会有一个人在回答嘛 对吧 对他当前可能会有个人在回答嘛 所以这个地方加了一个vivi的这样一个一个向量 他这个地方应该是指在在这个decoder端 在decoding的部分加了一个speaker 所以对对这个这个同学问的问题很好 就说encoder和decoder是不是都要加 如果你去看paper的话 这个地方我我是因为这边paper 这个扫了一遍看了看看过一遍了 他他只在你看清楚了吗 就是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训练的 前面一部分 对吧encoder的部分 后面这部分才是decoding 对吧 那我们来想一想 对于你你这个事情 这么做才是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问题 你不能去约束问题是谁问的对吧 任何的人都可以去问任何的问题 只是问了这个问题之后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地方基于这样一个考量 是在我decoder的部分 在我解码的部分 去加了一个user的这样一个向量 所以大家看这个图可以看到吗 关键你要看 这个作者是怎么解释这个事情的吗 所以这个paper作者是在decoder的部分 加了这样一个user的一个向量 看到了吗 Rob Rob 这个Rob Robin 对吧 加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是decoder的部分 对吧 所以他会一直很肯定的告诉你说 I live in England 对吧 我在英格兰居住 所以 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问题很好 说明你想的很仔细 对这个是在decoder部分 在解码的部分 是加了这个部分的 因为我们认为对同样一个问题 我们针对同样的一个问题 不同的人回答应该不一样 同一个人应该一样 所以我需要有东西去限制他 而这个限制的东西 就是这个地方的vi 然后这个叫做speaker model 这个speaker model 那还有一个speaker 这个adjusted 一个model 这个东西呢 就比刚 相对于刚才这个东西 要更细一点 作为更细一点 就是说 比如说 在人多轮的对话 或者说在不同的场景底下 每个人对不同人说话的风格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style是不一样的 风格是不一样的 就说同样的一个人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随口说的 我说同样一个人 在不同场景下 比如说 我在工作当中的这个交流 和我在自己和大家聚会 对吧 开party 这个交流的这个style 风格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他 基于这样一个考量啊 然后 他提了一个更细的一个东西 你看和前面的公式 基本上是一致的 唯一的差别是什么 这个地方有个vij 对吗 所以是对第i的用户 可能会有不同的场景 或者说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 不同轮的这个对话 对吧 因为每一轮里头 保持一致就可以了吗 所以这个地方提出来了j vij这样一个东西 就更细致的去刻画 每个用户 在每一轮当中的一个 他做一个约束 就是是这个用户 在这一轮当中 所以 这个 其实大家来想一想啊 他做的优化就是在lstm当中 对吧 加了一个项量 所以以后如果有同学要发paper的话 就是这是一个考量 就是 有现在这个deep learning 有很多灌水的paper 对吧 大家的主要的考量 不就是把信息拉进去吗 那你怎么把这个信息加进去 这个这个你看 他根本没有改lstm的这个结构 我只是在里头做 做公式做信息融合的时候 我多加了一部分信息进去 而这个信息呢 是每个user 都有的 或者说每个user 在某一个场景下 都有的 然后我会对他去做 做这个 我用他 然后用这种方式去训练 我就可以得到一个用户的 这样一个项量 而且他很惊奇的发现 这个用户的项量 确实能从你聊天的这个 聊天的这个对话当中 产出这个 这个用户的这个项量 确实能够 如果你去做一个投影的话 比如说你用这个 呃 tsne等等啊 去做一个做一个可视 做一个巨类的一个可视化的话 你会发现 确实 比背景比较接近的这些用户 会比较近 你看比如说这个地方 对吧 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 这是作者去做了一个 embatting之后啊 训练完了之后 把这些用户的 词项量拿出来 然后去做了一个用户的这些项量 用户项量拿出来 去做了一个 投影 往低位空间投影 然后去看一看他们的一个分布的状况 会发现确实在聊天的过程中 透露的这个背景 比较接近的这样一些 或者风格比较接近的 这样一些用户呢 他本身是很接近的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提到的 第三篇论文 然后这篇论文呢 它的代码 包括前面那篇论文的优化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叫 这个叫neurodialog generation里头 然后这个地方 刚才大家看到第二种方式 对吧 啊 但是就像我说的 这个地方 你看一般情况下 大家发paper啊 就发paper这些人和 发paper这些人呢 他去去处理这个东西 都是有一个比较 比较固定的套路 比如说他这个地方处理数据 对吧 当然这是用touch写的 所以如果大家对 路由不是太熟的话 包括我自己本人用touch 我基本上也是不用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 他做这个东西的一个思路 这个data 有个处理数据的 这样一个脚本 对吧 然后会有个模型的脚本 就真正的模型 在这样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 其实他会把这个 user的项量加进去了 是个lstm的话 你看这个speaker speaker 他对这个speaker 做了一个lookup lookup table 做了一个word embedding的时候 我们记得词项量的时候 词嵌入的时候 是不是我也是查一个表 去把这个表里头 这个embedding拿出来 然后就放进去 所以他这个地方speaker 也是一样 就是对speaker 就拿了一个项链 然后把这个项链放进去了 就是把这个项链放进去了 就是speaker v 大家看到了 这个地方 这是你的代码里 你在论文里当中的改进 在代码里是会有体现的 然后这个是对参数的解析的部分 你看一般大家都会列成这几个文件 这个是实际训练的部分 就是我会根据这个参数 你看他会掉这个参数的这个部分 去拿到你的这个一些 因为这个模型本身没有做太大的变更 对吧 我只是在里头加了多加了一个 我只是在里面多加了一个用户的一个向量 或者是用户在某个场景下的一个向量 所以它相对于这个标准的LSTM的话 它变更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这个地方的话 所以所有的参数 参数就这么一些参数 best size dimension 维度 对吧 job out 然后check file 这个一些一些文件啊 然后里头训练的时候 一些vocabulary sauce vocabulary的一些target 然后多少轮 对吧 预值等等啊 这样的一些设定 然后核心的东西东西在这个地方model model大家刚才看到了 我这里头有一个embedding speaker的一个embedding 然后这个embedding呢 初始化它也是随机初始化的 它也是随机的初始化的 就是会有一个input 一个word的embedding 对吧 还有一个loop up table 对吧 所以它会随机的初始化一下 然后在训练的过程 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 会去做一个反向传播 会去bpt 应该叫 back propagation through time 然后去做一个调整 去调整我这个地方的这个 就是这边论文里头 两个他这里头都有体现啊 你看有speaker v 对吧 还有还有这个不同的场景的啊 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 adjusty v 对吧 所以touch我也不太熟 而且现在 Facebook应该官方很鼓励大家去用pytouch 据说对卷 卷积之类的做了一些 也做了一些优化 对吧 因为大家知道touch是一个效率 还比较高的一个库 就是至少比开始testflow出来的时候 效率是要高的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论文的一个优化吧 大家就是你其实你看 其实你看不懂这个这里面的这个文件 但是他基本的这个思路其实你也是可以了解的 然后这个作者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论文啊 包括这个地方会有一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啊 这个future prediction 一会儿我们会简单的看一下 但那篇论文的话 因为它涉及到太多的这个background背景知识了 所以不太确定大家现在的背景知识能不能够理解得了 它是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强化学习去优化了这个聊天机器人的这个场景 再往下的话是这个来自于 作者是 大家知道这个Benjo他们那边的团队是真的是非常 就是 因为Ciano是是他们那边之前开完出来的一个用于research的这样 大部分是用于research的一个库啊 就是我们不说效率多高 但是呃反正就是要要裸写挺多东西的 它上层它就像tetherflow和和这个Ciano上层会有这个keris keris一样 它之前Ciano上面也会有一些其他 nithenial之类的一些package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是这样的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 但这篇论文的话我自己看了一眼啊 就是这篇论文呢实际上是对sequence to sequence 框架里头decoder部分生成的一些主要是语言模型做了一个修正 然后然后它这个地方的话不仅是用在这个chatbot这样一个领域 它只是挑了这个刚好挑了这个领域出来去给大家去做了一个 呃chatbot这个领域去给去去用了一下它自己的这个实现了一下自己这个idea 然后代码它这个地方是给了代码的代码的话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把它收起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啊这个代码挺多的 结果结那个结果比较多 然后它这个地方的话是是对它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用Ciano写的 用Ciano写的 然后我发现它是一个造造了很多轮子造了很多轮子的一个过程啊 因为这里头像adom这样的方式的话 你在testpro里头就基本上是直接调用的 所以它这个地方的话自己写了一个adom怎么去啊更新啊 就是大家都知道是基于动量的这样一个更新的方式嘛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是就是它这个代码多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很多东西是自己从头写的 所以如果有同学对Ciano很对Ciano比较熟 或者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眼这个代码啊CianoCiano我也不太熟 对我我自己用的非常少 一般呃用tensorflow 然后iMacSnap和这个Cafe用的会多一些 然后据说这个pytoshpytosh的话可以可以学一下 所以有打算之后也稍微看一眼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这个论文 这篇论文它实际上用到了一个东西 呃大家在之前的一些比如说推荐系统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主题模型等等啊 这个里面的话应该都知道有有有这个影像量这样一个概念 叫latent这个topic或者latent vector对吧 这些影像量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就是你去补足补出了一些底层的一些关联的一些信息 一般是做矩阵分解嘛对吧 矩阵分解以后得到两个降维之后的一个矩阵 然后散出所谓的这个引语义的这样一些东西 然后引语义的这个这样一些像量呢 可能没有人可以直接理解的一些物理含义 但是却能把一些相似的一些东西其实能够聚到一起的 对吧 所以我先把这篇paper打开 我调一下它的大小 对吧 你看那个有banjo大神在啊 所以这个是用Ciano去完成的 ok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他做的事情呢实际上 这篇论文呢不是太好读 说实话 如果你没有特别多的这个 叫什么影像量或者引语义模型这块的背景的话 不是特别好读 就是自然语言处理自然语言对话里头呢 一般会有几个层次的结构 然后会有一些从这个语言的这个局部统计信息来表征含义的一些 一些 或者我们叫topic 对吧 大家之前这个嘉豪老师给大家讲这个 这个叫做topic model 语言模型的时候 那个 对 topic model这个主题模型的时候 其实知道大家都知道是用一些词来 用一些词来表征这个topic 对吧 所以这个里头的话 实际上这个这篇文章的工作呢 是对于这个对话当中的一些随机的特征 随机的特征 有表 指代的这样一些随机的特征去做了一个建模 从而他产出的这个结果会 相对而言会这个更有更有意义一点 然后他用到这个方式叫做叫做VHRED 他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前面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 大家都知道前面这个东西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language model 就是你这个基于神经网 就是在word vector出现之前呢 我们有个NNLM对吧 那是基于神经网络的这个 这个语言模型 预测 那基于这个recurrent neural network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做leverage model 是我们的生成模型 generate generating model呢 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方式 去生成出来的 然后这种方式呢 包括这个hierarchy code 这个多层次的这个recurrent incode decoder呢 实际上他如果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都有就是都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 能输出来 能有一个生成模型去输出来 这样的一段话 但实际上他们的这个 里头捕捉到的信息不够 所以这篇论文里头提出来了一种方式去捕捉更底层的一些信息 主要是这个地方的这幅图 然后嗯 就是这个地方会有几个步骤 会有几个步骤 他在生成的过程中会分为 分为两步 然后第一步是我会随机的去 随机的去生成 或者随机的出使画一个 latent这个 variable 就是一个随机变量 在这个地方随机的一个变量 然后第二步再去生成一个输出的一个序列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地方是一个影像量啊 影变量 影变量在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嗯 这地方 这这个种整个过程呢 需要用到四个部分 有四个部分 一个部分叫做encoder的RN 就是做编码的这个recurring network在底下 这个encoder的这个RN 然后有一个contextRN 这个上下文的一个RN 然后有一个这个 latent latent 就是这个我们叫做影变量好了 影变量 然后最后会有一个decoder的一个RN 所以是总共有四个部分 然后这个地方的四个部分呢 是嗯 就是他他做的事情呢 实际上是会 做 我们这么说吧 就这个编码部分 会大家都知道RN RN能捕捉到一些信息 对吧 所以他这个地方捕捉到了这个 用这个encoder的RN里头 得到了一部分信息以后 会去用这个影像量 这个影像量和这个地方的encoder 这个RN一起去初始化这样一个content contact 一个上下文的一个 一个RN 然后这个东西会最后捕捉到的信息 会输出到一个decoder 一个一个解码的一个RN 当中去完成这样的一个 整整个的一个一个工作 呃但这篇文这篇文章里头 因为有一些 有一些 这个怎么说 呃他他需要一些背景的一些知识 所以相对而言读起来会比较 比较稍微难读一点 然后他他给了给出来了代码 然后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是 他把原来的一个序列到序列的一个 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 一个那样的一个model呢 把它做了一些拆解 然后在中间加入了一个 影变量在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会有四个环节啊 就是做编码的这个encoder的RN 然后这个地方会有一个context的一个RN 然后会有一个影变量在 然后这个地方会有一个decoder的一个 一个一个RN 去对输出的捕捉到这样一些信息去做 去去做一个解码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后面还有一些 会会有一些这个呃 paper 然后会有一些paper的一些解读 主要是我不知道大家做 是不是都是做NLP啊 做NLP的同学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这个地方有个paperweekly 这个非常棒 然后里面会对很多很多新的paper 去做一些简短的一些解一些解读 对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会有一会有一些简短的一些解读 这个地方paperweekly 然后包括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基于聊天机器人的一些论文也做了一些解读 我们可以来看一眼 主要是有这么几篇吧 一个是M2M的端到端的LSTM based Dialog control optimization with Cipro 这个 对对对 这个对 这个Ciproise and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对 这个是一个微信的公众号 对 非常棒的一个微信的公众号 然后他这里头对 这几篇都是没有没有代码实现的 所以我没有把它单拟出来给大家讲 但是这个总结的还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几篇 有有四篇是吧 OK 然后我这个地方的话只开了三个窗口 好我们来看一眼 啊 这个这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呢 因为强化学习 他有很多同学不是特别熟 所以 这篇论文我没有担拎出来放到我的PPT里头 然后这个地方paper里头介绍了一个 其实做做就是 就是 Microsoft大家知道微软研究院 养了一大批的这个科学家在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会有一些 啊很高学历的一些 同学 比如说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剑桥的一个组 他专门做的就是一个spoken dialogue 对吧 对话聊天 然后啊 这篇paper是发发最早发在2016年的6月3日啊 当然这个是最最早的一个状态了 然后这个地方考量非常非常的神奇啊 大家自己去读一下这个东西 你就知道就是 他会 他们会找一些很特定的场景去做一些优化 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这个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他为了去训练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聊天机器人嘛 所以他你和你模拟了一段过程 一般人训练人的话 会怎么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叫做啊 经验丰富的一个客服是如何带一个新入职的客服的 然后这个地方会有会有四个阶段对吧 然后他告诉新客服服说哪些controls是可用的 对 然后你可以去查找客户的信息啊 可以确定客户的身份啊等等 然后新客户可以新客服可以从老客服做出的good example 就是他的一些样本例子当中去学习 然后他可以试着去服务客户 因为你必须去试错对吧 然后老客服可以去及时的纠正他们的错误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老客服的话 等等他训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你可以不用管他了 他可以自己自发的去积累经验了 然后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呃就是这个Paper Wrigley很棒啊 他他对这个里头的一些核心的部分去做了一些解读 所以上面上面整个这篇论文的框架呢 就是依照上面这个四个步骤 大家看到四个步骤啊 就是老人带新人的这四个步骤去设计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地方的话会啊 会有几也会有这么几个步骤对吧 会开发者会提供被选的这个 actions啊 然后包括这个response 就是我我去做应答嘛 回答嘛 回答的模板呢 包括一些API的函数啊 这个Bot可以来调用 然后接着我可以提供一些样本对吧 example dialogs一样本用rn来学习 然后会有一个模拟的user去产生产生query 就是他因为训练过什么 产生这个query 这个Bot可以进行response 就是你看你发现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强化学习这个部分啊 和你一般的有监督学习它的差异 它的差别在于说强化reinforcement learning呢 实际上是你是不能马上拿到这个结果的 对吧你是针对一个x你是不会马上有个y 在那个对应的y在那个地方呢 你很可能你这个东西会以一个reward 一个奖励的形式 过一段时间有延迟的才会反馈回来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你看他第三步是用一个模拟的user 就产生query 所以他这个地方会产出一些query 然后这个Bot会根据刚才在rn里头学习到 包括rn包括第一步提供这个action里头 拿到这个response去 他会做出一些response嘛 对吧根据之前自己的鲜艳的知识做response 然后专家会对他去进行一些修正 这个就是强化学习 他才他这个修正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给他一个奖励嘛 一个reward 然后他会根据这个东西去这个反馈去学习 然后等他学到一个差不多的状况下 会会让他直接去上线 因为你毕竟刚才是一个随机 是模拟产出的query嘛 所以不一定是和真实场景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别 这个完整的工作工作流程 大家可以可以直接可以看一下这个过程了 这个地方他分解到这个几个几个步骤了 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他做的思路是什么 他的思路是用高质量的数据 因为你把全量数据丢进去去做训练的话 里头可能会有些noise 所以我希望我的老人就是有经验的这样的人提供一些高质量的数据 这些数据可以用有监督的方式去做一个这个chart bot 对吧 比如说用rn或者是用这个序列到序列的学习方式 然后用增强式的学习是用来优化模型的去做优化 就是这个时候我能根据一些及时的一些response 或者是根据我做一些response以后 这个专家系统反馈的一些结果去做一个reward 或者去做一个修正去得到质量更高的一个结果 就是强化学习现在很多地方在尝试在用 主要用在这个游戏里头会会有一些使用 然后会在其他的一些像大部分是游戏和机器人 会有会有使用 但不是不一定是这样聊天机器人 就是一般大家理解的这些这些一些 这个比如说无人驾驶 然后你把它造成这样一些机器人 所以在这里头会有些应用 但reinforcement learning会 现在有拿来用用来补充做各种各样其他的场景里头的一些优化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优化 然后这个地方会会有一些差别 就是说很多文章提到就是刚才我们说end to end 端到端的模型 所以是是数据往里头怼 对吧大量数据往里头怼 所以sequence to sequence去做一个response的生成 然后这篇文章呢就不是这样的 所以它的神经网络的模型是用来训练这个action selection 然后它这里头会有很多很多的action 所以它它只是去选择说我我我现在要选哪个action 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我没有我实际上没有戏去看里头的一些detail的细节 因为强化学习强化学习现在很多地方在用 但是在这个场景下其实不一定是特别特别适用的一个一个场景 ok然后会有一些paper啊就是在我们打包给大家的这个文件里头 会有这样一些paper 不这个地方提到的一些一些paper 包括这个地方说neural network approach to context sensitive 对上下文敏感的这样一个generation of conversation response 说明大家考虑你看大家考量的点都是这样一些点嘛 说这个前后的一致性对吧 然后我回答问题的这个是不是有信息量对吧 你不能给我一些很safe的这个答案 或者是你得保持住保持住一些信息 一些上下文的一些信息对吧 上下文敏感了contest and sensing 所以这篇文章呢它的野心比较大 它做的是一个data driven的一个希望做成数据驱动的一个开放域的open domain的一个chatbot 一个聊天机器人 所以这个response呢不仅仅要考虑这个user的message对吧 也就是query 不仅要考虑你的问题你的question对吧 还需要考虑这个过去的past history作为context 对你想想这个这个叫open domain 那开放域的话它可以问任何的问题对吧 那我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我希望这个聊天机器人和你聊的越多 对你的背景知识了解的越多 我和你聊的时候我回答会更更加的精确 对吧 所以我希望考虑这个past history作为context 然后呃大家看到这个作者作者好像啊可能是benjo那边的team里头的同学 对吧 然后在facebook微软研究院也带过啊这个这个背景好 这个比较强 然后最早发在15年的6月就比较早啊 就是开放域的这种端到端的response呢 大家很多人都在做 大家会考虑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网络和信息 然后这个地方有有这个是在聊天机器人当中有几个核心的问题嘛 所以他针对里头一些问题去做了一些一些改进 然后大家这个大家提到的这些论文啊 就是我最后给大家几个链接你会发现大家会从几个角度去对这个聊天机器人最新的这些论文 从几个角度去对聊天机器人去做一个改进 包括这个地方response generation对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聊天机器人回答的这个丰富度啊 回答的通畅度啊对吧 回答的这个一致度啊等等都是都对 都是这个这个response generation啊 主要是主要是内容的丰富度和它的顺畅度了 主要是这个这个或者是一个selection 因为我们如果是检索的话 它是一个selection吗 对吧 就是基于检索匹配的话 那dialog的这个state checking呢 是指的我我我里头有一个状就是有点像我们的attention的方式 然后第三点这个user modeling呢是对用户去做建模 这样的话我我能够保证同一个用户在聊天的时候它是一致的嘛 或者说我对这个用户的背景知识去做了一些做了一些建模做了一些捕捉嘛 所以你之前你看到大家看到之前那篇paper那篇论文实现的就是我用一个项链 一个项链去捕捉了这个用户相关的一些信息嘛 然后这个呃这个是一个很范的一个公式很范的一个公式 就是以之query这个m是query对吧c是context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r是一个response 我以之我要在所有的这个response里头找出来其中的这个这个response 就应该说sorry应该是这个response产出前提检一个词的时候去选出来 第t个词对吧就是我我我一个类似于预言模型这样的一个连成的形式嘛 这样一个概率嘛连成嘛 然后这个地方它提出来的是一个dynamic的一个context的generation 这个generative model 而且他没有他那个时候没有用他没有用这个word embedding c和m就是context context场景和我的这个query都是用 用这个词弹模型来表示的就是back of words 就是里头有哪些词出现了啊 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吸收项链 里头有些位置是0 然后拼接起来作为输入 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一个fnn 得到输出 然后这个地方这个fnn做的事情是需要对这个词弹模型用这个这个back of words 这个模型表示的context和这个query去做一个表示 就是我们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些模型能够捕捉到一些信息对吧 那有时候我们会用word embedding 用word to vector的方式去把这样一个序列 把这样一些词映射成一个dance的一个vector 有时候我们会用其他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fnn去得到这个这个地方的c 和这样的一个context和这个query的一个vector 一个向量的一个表示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前面这个是dynamic context generation model 然后提出来二代 二代的话就是二代跟一代的区别 就是把c和m去作为单独的输入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 就是不管是读这篇paper 还是我们刚才那篇paper 你会发现如果你需要去约束这个东西去做一些表达 或者是给一些response的话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需要有一些附加的信息 去加到我们模型当中对吧 那附加的信息的话 在深度学习当中很有可能就是一个vector 一个向量附加的一个向量的一个信息 那这个vector 你关键在于这个vector怎么去表示对吧 那你在前面的这个方法里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前面那个lstm做优化的那个方式里头 是在lstm这个模型当中去加入一个用户的向量 或者用户在某个场景下的向量 那这个地方的话是你在用利用一个别的一个模型去拿到一个 fnn对吧 叫一般带f的都是和field有关的和域有关的 fnn然后就拿到拿到c和m的一个vector的一个 一个表示一个representation 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 那这个模型就比较 比较这个 复杂一点点 是一个task orienting 就是针对具体任务的一个chatbot 比如说有一些订票啊 一些技术支持服务啊 就是针对某具体场景 对吧 比如说京东的这个客服机器人啊 就是这个 其实做的不是特别好 原因是在于说训练的数据会比较有限 因为你一个open domain的一个开放域的一个聊天机器人的话 实际上你的数据是可以从很多地方嘛 只要是有对话 对吧 我可以去采集这个电视剧的对话 我可以采集一些这个 这个大家在聊天室啊 或者各种地方的一个对话 拿过来去做一个训练 所以你的回答呢 会是非常非常open的 就是我不会针对具体的某个领域 那你在具体某个领域内的拿到数据就没有这么多 然后sequence to sequence的话 他这个地方也说了 流行解决的方案之一 就是sequence to sequence 对吧 在open domain的数据集上 找很多很多数据过来 然后去做训练 然后在小 在具体的task 具体的某些任务的这个场景下的话 实际上是拿不到这么多数据的 对吧 那ok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他平衡了一下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方式 和这个地方 大家 对 平衡了一下sequence to sequence的方式 和这个地方 前面提到这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这个是刚才提过的 ok ok 这是我应该是给的另外一篇链接 就是这个模型呢 是在 因为大家发paper 都是基于前面已经发过的paper的一些 一些激励 或者是提供的一些想法 一些idea 然后再去做一些补充 对吧 针对人家解决的问题当中 可能没有解决的特别好 或者有遗漏的一些东西 做一个补充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它基于sequence to sequence 大家刚才看到了第一篇paper 对吧 和这个地方的 有一篇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是深度深度的增强学习 去做这个 dialogue的一个generation 一个对话的生成 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了 然后这个这个下面看这个东西的话 会有一点点的 会有一点点复杂 然后这篇paper是 半年 半年 半年都以前发的 然后是个 依旧是来源于 刚来自于刚才这个 那个campbridge剑桥的那个team 叫叫 dialogue system group 所以有同学如果对聊天机器人 非常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follow一下这个group的 相关的一些工作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它分成了五个部分 大家看到这幅图里头 一一二三四五五个部分 对吧 然后它这个地方做了一个解释 里头有intent network intent 大家想一想 其实它是一个意图分析 有一点点像 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对 对这个用户的输入 或者是query去做一个incoding 做incoding的部分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你incoding的话 用到了两种模型 它用到了LSTM和CNN 因为LSTM是处理序列数据 对吧 它能够捕捉到一个序列数据 当中的一些信息 那CNN呢 主要是一些local的一些信息 local的information 比如说是局部的一些关联性 然后大家也见过用CNN 去做短文本分类对吧 做短文本分类的这样一些例子 所以这个地方它 结合了LSTM和CNN 两种模型 去对它做建模 其实就是对输入内容 去做一个表示了 对输入那模型 去做一个表示了 那个用CNN分类 那个大家都 都之前有一个了解吧 就是用这个word embedding 再加上CNN 去做一个短文本的一个classification 那它实际上就是有一个滑窗 然后会若干个词对吧 然后会对这个最若干个词去去做输入 会卷积神经网络嘛 所以它有个滑窗 在滑动的过程中 产出下一步的结果 这个地方有个brief checker 就是刚才大家了解到的这个state checker嘛 所以是这个地方的话是 呃这个这个是 针对这一类问题啊 叫task oriented bot 这个针对具体问题的 针对具体场景的这个聊天机器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件 因为它需要去对就是这个东西呢 它实际上是能够捕捉到你你具体的这个需求的 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checker嘛 或者是可能具体的细节 具体的细节需要去对具体的细节需要去borrow到这个paper里头去去看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paper weekly 它也是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一个解释 就是说我这几个总共有几个组件 对吧叫internetwork 这个啊belief checker 然后这个地方叫信任性信任度的checker 然后这个地方叫做database operator 可能是一个基于检索查询的嘛 那policy network是强化学习的部分 然后这个地方它用到它的话是做一个组合 把把几个组件把几个组件去做一个组合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generation network 是做真正的这个产出的部分 对今天的课因为设计到设计到的内容会比较的多 然后我我我有一些细节的东西没有给大家可能没有说的特别特别明白 我希望就是大家需要我我我我比较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到的东西是这个地方的 首先我们有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一个模型 对吧model 然后在这个模型上我们针对问题不同的问题 你看他会去提出来paper去做一些改进 比如说针对这些人老是回呵呵回都可以回我不知道这种没有意义的回答 你就要让他多样性多一些对吧 多样性多一些你就会去追求就你就会追回去说这个多样性不多的原因是什么 你会发现是目标函数引起的因为我们我们优化的这个过程都是针对某一个目标来做的嘛 对所以目标函数需要去做一些调整这个地方这就是作者的idea来源 他的idea来源于这个地方所以他提出了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大家也看到了是直接在优化的过程中去做做这个约束嘛 另外一种是在decoder的部分先因为那个就是这取决于你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 就是第二种方式的话你发现你很难去完成 所以他做了一个事情他说那不如我把我还是按照sequence做sequence的方式去铲出结果 但我铲出nbest我铲出来n个很好的结果 然后在这n个很好的结果上去做一个排序根据第二项去做一个排序 对吧所以这是一些思路这个思路就是这个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铲出呵呵都可以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对吧 那我们后来看到了这个这篇论文这篇论文是在上一篇论文的一个后续 他解决的问题是对话不一致对吧 所以他说这里头会有一会儿又在洛杉矶住一会儿又在马德里住一会儿又在英格兰住的这样的一个人 明明是同样一个人 所以他做的事情是从里在里面加上了什么呀 加上了一些用户的向量对吧 他没有去改lstm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 序列到序列的这个模型 他这个框架他没有改 他只是在这里头想办法去捕捉出来一个用户的向量 这个有点像word embedding对吧 他捕捉出来了一个speaker的一个embedding 一个用户的一个embedding向量 所以这是他的考量 就是针对这样一个场景去做了一些考量 那那这个我可能没有这篇论文可能我们没有没有太太细讲 就是这篇论文他 他能解决的问题是有时候你的你的回 就是他解决的是比较泛的这个深层的这个回答不是特别好的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做的方式是他觉得里头有一些隐含的信息没有被捕捉出来 所以他这个地方用了类似于影语音模型的这个方式去得到了一个影像量或者影变量 然后去把这个东西和你刚才in decoder decoder我们都知道有几个部分 sequence sequence的这个模型有几个部分 有decoder有encoder有decoder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他分为了几个部分 encoder这个地方呢 会捕捉下来信息 然后他这个信息还会和一个影变量的信息一起 会放到一个上下文的一个context的一个这个rnn当中 然后只有经过这个context的rnn之后的捕捉到的东西 再丢给一个decoder的部分 decoder的一个rnn 所以其实他们是把它做的更复杂的一些 无非是往里头加了一些信息 你简单的理解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对吧 然后在后面这些这样一些论文呢 也是针对不同的一些场景嘛 比如说 这个地方如果这个 刚刚才刚才我们也看了 如果他的这个针对具体的 针对具体的这个场景啊 有一些具体的这个task oriented这个bot的话 他的语料是不足的对吧 所以在语料不足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因为语料语料是什么 语料是预先给好x和y 对吧 sorry是网页对预先给好x和y 然后去做训练了这样的一份数据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why的话怎么办 大家都知道reinforcement learning强化学习 就是你不知道结果对吧 你去玩游戏 你并不知道你 你这个东西 一会儿这个小球会落到哪个地方 对吧 这个 你并不知道这个小球会落到哪个地方 你这个reward是这个反馈 这个激励是你有看到结果以后才会返回回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包括这篇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or dialogue generation 包括后面这个 a network based end to end chain of task oriented dialogue system 都是把强化学习拉进来 就是说我可能有些场景下我语料不是太够对吧 那他可能会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去训练这样一个网络 使得他在语料不是太够的情况下 我也能试着去把它训练起来 对吧 因为强化学习他就是一个一个延迟反馈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一个叫做叫做这个他的这个reward是有有时间的这个延迟的 你在之后才看得到的 所以无非就是加信息或者是用别的一些框架来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 然后具体的细节你可能是需要需要去看paper 因为这节课里头paper比较多 所以没有展开来说这一篇这一篇啊这篇叫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or dialogue generation 他也是用强化学习这边是有代码的这边是有代码的 这篇的代码就在刚才这个neural dialogue generation里头 然后大家看到了这个future prediction future prediction应该就是一个应该会用到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然后这一头还有他其他自己其他的一些论文啊 包括attention相关的 还有这个生成对抗网络叫advice ryle 对 advice ryle 这样的一个都但应该最近可能会有一些新的paper 这个这个是一个很高产的一个作者 然后他的代码大部分就是论文的代码会share到这个github上 所以大家可以去follow一下刚才这个github 就是我在我的PPT里头已经写了 所以呃这一篇是有这一篇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or dialogue generation 是有代码的是有代码的 但后面这一篇受它启发啊 就是结合sequence to sequence和这个这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 这篇我不太清楚有没有放出来代码 因为你要考虑到它的背景 就是这种这种这个在工业界工业界的比如说 Microsoft或者是一般Microsoft或者是一些比如说IBM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google facebook他不一定会把代码开源出来 或者后他会一段时间以后再开源出来 开源出来他的他的代码 因为毕竟是工业界在用的嘛 那这个东西是有呃知识产权的 我不太清楚这篇我不太清楚这一篇有没有有没有这个代码 你可以去你可以去搜一下 一般你搜标题搜github 如果有代码的话基本基本上就放在上面了 然后对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是 就是有这么一些paper 后面这一篇paper我没给大家细讲 我给了一些链接地址 你可以说进去看一下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paperweekly这个公众号 或者说这个网站其实非常棒 所以你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follow一下 它里头有非常非常多 基本上是自然语言处理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一些paper 它的一个精简的解读 如果你先瞄一眼它的解读 再去看这个论文的话可能会看的更快 因为你能直接get到里头的核心的点 然后再去看一些detail的细节 对不然的话从前往后读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 就是读论文 对然后今天只是给大家 今天这个课可能比较 确实是比较比较杂一点 就是也然后代码我也没有细讲 就是针对不同的一些现有的聊天机器人的一些缺点 所以大家去做了一些改进 然后这个地方会有一些 有我觉得非常值得讲的几个东西 我展开来给大家讲了一下 然后其他的一些 包括用强化学习的 因为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背景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有一些论文的paper是 有一些论文它的代码是已经开源出来了 有一些是没有的 然后对这节课的话 主要是一节idea为主 然后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近半年 或者是一年比较新的一些paper的一些 一些给大家一些idea吧 主要是一些idea层面的一些东西 所以细节的东西确实是没有讲 然后感兴趣的同学 如果看到更多新的paper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一些想法的话 那么咱们也可以拿过来一起再交流一下 对这个公众号可以去follow一下 ok 然后今天有三个 三个三个对三个代码 然后回头 大家可以自己去git hub上拉 我回头也会发到群里头 会打包发一下 然后有同学在问上节课提到的数据库 上节课提到数据库的话 我需要去从 Julydo的那个数据库里头 把那个gpu的服务器上去拉下来 再次传到百度云 所以我我争取今天去传上去 好吧 嗯 ok好 然后 对 然后我我今天这个课就简单的说到这吧 然后有同学在问呢 说强化学习有什么资料 强化学习我印象中 那个我用bin搜一下 啊 David 对他有一个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的一个 对他他有一个课是可以看得到视频的啊 是他在他在 他之前在deepmine 他是他是deepmine的里头负责这个reinforcement 那里那块啊最早就是deepmine的最早做做那个 大家知道这个围棋的 alpha go啊等等啊 就是非常年轻有为的一个人 然后他自己带了一些课 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University for college London 然后他有他是有有有PPT和视频的 是有PPT和视频的 你可以去搜得到应该网上应该会有 但是没有中文的字幕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有些课 然后主要有几类吧 讲了一下reinforcement learning里头 会有一些 这个叫叫做 policy gradient和deep queue learning 啊 是不同的 不同的一些方式去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好吧 然后你有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我把这个东西放一下 对如果对强化学习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可以去看一眼啊 然后你搜一下这个啊 David Seward 应该有他的视频video 就是讲讲这个强化学习的 啊OK好 然后咱们今天的课暂时就讲到这吧 这些课的话会是一些 会比较比较偏idea一点啊 然后就是希望能给大家一些 一些想法啊OK 好好咱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 谢谢大家